纵使生活万般无奈 我们也要积极向前 纵然生活诸多不顺 但还是要保持乐观的心态 牧羊女家一大早又开始了他们忙碌的生活 现在遇到了如此困难棘手的事情 家里孩子情绪都很低落 一向要强的二女儿又在哭了 她和阿姨说 刚才出去的时候发现拆迁队的人又来了 她很害怕他们会不会再次过来摧毁他们的房子 她的阿姨一直在安慰她 她说你不要害怕 妈妈不在家你要坚强起来 阿姨已经和牧羊女的大女儿 开始忙着做奶酪了 即使生活已经千疮百孔 可他们不能只知道一味的哭泣 每天该做的事情还是要继续 今天一直没有见到牧羊女 可是他们家里依然井井有条 她妹妹在这里给她分担了很多家务 牧羊女的妹妹和孩子们都不知道她去了哪里 他们担心是不是执法人员把她带走了 好在家里的孩子们个个坚强 他们虽然很担心妈妈 但是绝对不让妈妈再操心了 他们在家里都不闲着 哪怕年龄再小 也要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 二女儿和姐姐说 我们家里的水不多了 可是工人叔叔刚才被执法人员抓走了 他们都很担心她 是不是关在小黑屋不得出来了 因为妈妈不在家 他们也不知道这个破坏的房子要怎么修整 所以还有一半没有整理好 就在牧羊女妹妹在外面扫地的时候 工人师父居然过来了 牧羊女妹妹看到她有点不好意思也没问她 其实她心里很是担忧的 孩子们主动问她 她说你刚才不是被执法人员抓走了吗 工人师父说是的 他们把我带到警局问话 让我们不要再搭监违章建筑了 孩子们急忙问她 我们现在又没有哪里好办 该怎么办才好呢 工人师父说暂时先留在这里 我们在计划以后该怎么办 她说我们和执法人员也谈了 让我们就住在这里 但是他们拒绝了 牧羊女的大女儿 邀请她进来喝一杯红茶 她拒绝了他们的邀请 她说我还忙着回去把那个地方修整一下 她还嘱咐他们说 那个坏的房子就不要再修它了 说不定拆迁队会过来把它再破坏了 现在我们必须要打听一下你妈妈在哪里 二女儿和她说 看到有两个骑着摩托车的人出现 我不确定是不是他们带走了我妈妈 工人师父和他们说 你们必须留在这里一直等到秋天 可以去和这里的村长谈一下 告诉她你们无处可去 让她通融一下你们多待几个月 你们确实连一个居住的村庄都没有 工人师父是真心实意的为他们考虑 因为她知道他们还有那么多山羊 现在这里的大山正是草木丰盛的时候 如果离开这些山羊该如何生存 要是当地的村长是一个有同情心的人 应该会怜悯他们 工人师父家里也没有完全修正好 她已经开始忙了起来 她的妈妈在边上真的是很担心 她说你刚才没被执法人员怎么样吧 她一直在安慰妈妈说 执法人员并没有伤害我 她只是告诫了我一些话 就在她忙的时候 她看见几个孩子过来了 让他们赶紧过来帮忙 说等她忙好了这里的事情 就带他们一起去找她妈妈 最近这附近很混乱 她就把别人浑水摸鱼 再出什么事情 孩子们已经都过来了 牧羊女的妹妹 已经开始帮他们家洗洗刷刷 她是个勤劳能干的姑娘 总是默默地做很多事情 而孩子们也自动自觉地帮工人叔叔干活 这个叔叔帮助他们家太多了 妈妈平时一直教导他们 要把工人师父和他的妈妈 当作亲人一样来看待 这些孩子们确实做到了 前两天这个奶奶不舒服 一直都是二女儿在这里陪她 忙好了这些事情以后 工人师父和他们说 我们现在分开来找人 我和我妈妈往那个方向去 你们几个人走那条路去的座山找一下 牧羊女的妹妹带着两个女孩 开始在这大山附近找他们的妈妈 他们一边走一边大声呼喊 妈妈你在哪里 可是无论他们喊多少次 始终没有听到妈妈的回应 牧羊女的妹妹心里很担忧 可是姐姐不在 她就是家里的主心骨 她从来没有在孩子面前提起她的忧虑 她怕孩子们更加担心害怕 他们站在大山里 隐隐晕晕能望到对面的情景 这里也有被政府推倒的房子 这个主人家也正忙着收整 也不知道会不会脱家带口离开这里 他们看到眼前的这一幕 也越发的担心起他们家来了 他们继续出发在这大山里寻找牧羊女 牧羊女的妹妹心里有个怀疑的目标 有可能就是那个坏男人绑走了她的姐姐 因为上次她绑架她 让她中途逃了回来 牧羊女的前夫很有可能卷土重来 牧羊女的妹妹意想到这些更忧愁了 现在她姐姐不知道在哪里 会不会有生命危险 而家里的房子也不知道会不会再被摧毁 他们里里外外地找了几次 也没有什么发现 他们几个人只能离开这里回去了 真的希望他们到家的时候 妈妈已经回来了 如果真的是牧羊女的前夫带走了他们妈妈 他肯定会联系他们提出要求的 现在就看这个坏男人会不会联系工人师傅了 他们三个人终于回到了自己家 他们三个人终于回到了自己家 其实这里再破都是他们的家 他们努力想要守护自己的家园 也不知道会不会成功 牧羊女妹妹一直强装镇定 安慰家里的孩子 她说肯定是你们的父亲做的这件事情 她也不至于伤害你们的妈妈 最多我们按她提的要求来 你们觉得是谁带走了牧羊女呢